近日一支中国侦察气球在美国流浪 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暂缓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外交部称从来没有公布过布林肯访问的信息 但有网友披露 外交部曾证实布林肯访华的消息 江西上劳高中生胡新宇 10月14日在校内离奇失踪 从而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江西警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但不仅没有打消公众的疑问 反而越描越黑 夏教授您如何评价 这一次中国的这个间谍气球事件 它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从现在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 有一支气球是在高空飞行 或者讲是漂浮 那么这个高空是多高呢 据说有一万米或者一万英尺以上 究竟是一万米还是一万英尺以上 这个还要做一个最后的确认 但是这个气球是做什么的 有的人猜测是间谍卫星 间谍这个气球 就是起到一个侦查卫星的 进空侦查的这个作用 因为卫星毕竟离的 离地球是相当遥远的 而这个一万米高空的话 能够有效的 就是被 就是一般的雷达 是没有办法测到一万米以上的高空 所以呢就是说 它肯定是要比较好的 特别敏感的雷达才可以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避免一些防范 还有呢就是说 这个老百姓啊 或者是其他的人 也不太能够注意到 有气球从自己的上空过去 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到 那么这这样的一个气球 它到底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的人说 有没有可能是传播某种病毒 有害空气 或者有有害的这种气体 到底是什么 它的目的 它的功能是怎么样 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 非常确认的一个说法 美国国防部呢 认为这样的气球 那显然就是一种军事敌对行为 那既然是军事敌对行为 那作为军方来讲 就应该考虑怎么样把它打掉 当然这个涉及到两个国家的关系 会不会由此造成 两国这样一种紧张的 就是在两个建交的国家 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 那如果要是讲不打招呼 就开始就攻击气球 会不会认为是一种战争行为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了 说这个中国有意识的去放这样一个气球 进入到美国的领空 他本身就是对美国领土主权 领空主权的一种侵犯 也是对国际法的一种公然侵犯 所以这种行为当然是不合适的 这不合适的话 那也就是说他为什么取消 不能说就是说这个取消 至少也是推迟到中国的这个近期的访问 我想这个中国已经是很早呢 可能就做了这方面就是迎接 美国国务卿访问的这样安排 现在他适口否认就应该是说有点心虚 底气不足 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杀这样的谎呢 因为两个国家之间通过外交手段接触 然后确定好的访问行程 为什么不敢对外公布这一点 就是很奇怪 他否认 还有呢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这次没有把这个气球 发现它以后就立即打下来 比如说如果是发现中国 或者是俄罗斯的飞机飞到美国领土上空 那么一般来讲 先是飞机会升空阻拦 做一个警告 如果不听警告就会打下来 那么既然气球上没有载人 也就是说警告可能不起作用 那只有说对他的主人 对他的拥有国来发出一些警告 那么现在我觉得美国这个主流媒体在报道 再加上美国的国防部 还有国务院都做了这样的方面的发言 也就是相当于在给中国一个警告 如果中国不听这个 而且为自己开脱 没有任何的表示歉意或者解释的话 那么下一步行动就不好说了 现在我们听说不仅是这一只气球 听说第二只气球也出现了 所以到底是一只两只 还是有更多的气球 是仅仅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 还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有 只不过被忽略了 没有发现 而且如果这次没有发现 没有阻止的话 是不是还有一系列的行动 也就是说 美国这个浮沿广阔的国土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美国的中部南部 是不是都有可能被中国的这种高空气球所侦查 到底是侦查呢 还是说有可能上面再携带一些攻击性的武器 有人说会携带那种无人机群 如果必要的时候 无人机群可以发动一些攻击 还有人说带有害气体 有毒气体 所以到底是什么 现在还是不是太明确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是应该说美国二战以后 对美国本土产生的最大的威胁 因为在这之前呢 一般都是恐吓 比如说朝鲜金山胖老早就说了 要发射一些核弹头 说最终能打到美国的首都 打到纽约等等 但是呢 直到现在也并没有真正发生 那么俄罗斯也叫嚣 说他不惜要发动这个核战争 假如说什么情况 美国和北约国家继续的支持乌克兰 攻击俄罗斯的话 他们就要发发射核武器 这都是叫嚣 但是现在我们现实中看到的 这种已经存在的威胁 就是这种高空气球 而这种高空气球是二战以后 没有听说哪国家有这样的胆量 公然挑衅国家的一个国家的领土 领空的主权 然后藐视国际法 所以中共这次如果是有意为之 那么他到底的目的是想干什么 是想对美国产生一种这个心理震慑吗 就说你看看 我都有气球在你的上空了 我就让气球上面 假如说带有这个攻击性的武器 那你不是在我的掌控之中吗 这也是相当于一种威胁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那时候我感到还是有点困惑 因为作为习近平来说 一直这一段时间 在释放一种跟国际和缓的信息 包括秦刚出访 都是想表明 他们不是战狼 而是希望重新建立好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 这个突然就这么多气球 据说还有四支 是四支气球 好像跟他的愿望是相反的 会不会确实是 比说这个技术不过关 这个气球本来是监控 这个气候的突然 或者是在台湾想侦察什么 被风一吹 他失去了这个方向 最后漂游到美国来 或者说这就是一场虚惊 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你要讲这个随机漂移的话 为什么会漂得到美国的上空 他为什么不会漂移到 非洲撒哈拉沙漠上空 他肯定这个气球 还是有定向装置 他不会说漫无方向的这个漂游 而且他漂游到美国 他有这么长的时间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然后他可以这个 浮原广阔很大的地方来进行 这个不管是他侦察的目的 至少他是已经漂移到你这个上空了 所以如果这样的气球 是你要说他一点掌控都没有 完全是自由自在的 自由飞行 很难解释的通 那么中国过去在自己的国家 也没有听说使用这样的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 这对中国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新奇的玩意儿 有没有听说在上海啊 北京啊 河南啊 四川啊 有没有看到上空有这样的高空气球 来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 好像也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报道 所以这个不管怎么说 是中共 无论是军方 还是民间 他做了一种尝试 所以现在呢 就是从 美国来讲的话 应当提高警惕 而不光是美国 应该说 整个西方国家 北约国家 很多的国家都应该考虑 就有没有可能 哪怕是跟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 有没有可能中国的这个卫星 还有这个气球 高空气球 都可能对它形成一种侦察 甚至产生一种威胁 空中的威胁 我们知道美国在前些年成立了宇宙军 除了美国现有的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以外 又成立了宇宙军 宇宙军呢 就是要将来是打星球大战 就是星球 不同星球之际 在太空上要进行一些竞争和战争 所以这个是不是中国也是星球作战的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到底中国在这个方面 宇宙空间中的掌控能力和这种军事上的威慑能力 已经达到了哪一步 西方国家是不是对此有深刻的了解和分析 现在也都不好说 我觉得现在呢 大家在考虑就是说中国方面肯定要有一种解释 而这种解释往往可能并不是真实的解释 有的人开玩笑说当年这个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了 但是当时大家不知道 当时美国为什么要炸那个大使馆呢 美国的军方的解释就是说 使用了错误的旧的地图 其实这个简直是一种国际玩笑 美国军方怎么可能使用一种旧的地图来这个轰炸 这个完全是说不通的 但是当时呢也只有这样的一种解释 那么现在呢就是看 有很多东西不好公开说的 也许若干年之后可能会有比较清楚的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你看啊 这个四个气球 从不同的方向 到从中国到南美洲 到美洲啊 如果说中国它仅仅它是一种军事行动 或者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 它都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反感 并且布林肯去到中国访问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 中国正好啊 这个三月份人大会议完了以后 习近平展开他的蓝图 啊怎么搞 那么这个国际关系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时机似乎有点 有点不对劲 您的看法是什么 有的时候啊 中方展开一系列的这个步骤安排 而那些步骤安排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形成一种干扰 比如说天气的原因啊 比如说技术人员在掌控的时候 某一个技术指标选择方面的问题啊 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差错 但是总体上来讲 你要说这个气球完全是无意的 突然漂移到美国的上风 这个其实是很难说得通的 只能说可能在掌控的试点方面 没有那么精准 或许呢 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是有意为之的话 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做呢 可能是一种测试 其实呢 中国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对美国进行一种测试 压力测试 和这种美国的这种反应 反应测试 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让美国反应非常的强烈 强烈到什么程度 然后军方会采取什么措施 美国政府当局 国会当局 还有军方 分别都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我觉得这都可能是一种尝试 我想这样的一个计划 不是一个单一的计划 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计划 很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而在中长期的这种安排 和这样的一个筹备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可能 掌握的也不是那么精准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识典上 似乎有点难以解释 为什么 明明是需要跟中国改善关系 中国也希望跟美国改善关系 在这样一个关键敏感的时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看起来是非常愚蠢的凑招 这个是我觉得有的很多事情 就包括我们回顾历史 看很多重大的事件的发生 有的时候你仅仅从逻辑 从道理上去讲 似乎也讲不通 但是它的确就发生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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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